在视频中,这位看起来一副美青龙秀的男子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什么人中龙凤呢 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这个帅国残杀了三位妙龄女友 其中一位女友才刚刚18岁 你敢相信吗,你能相信吗 2011年,住在一小区的居民发现下水道堵塞了 大家一和几都认为可能是隔壁茶馆造成的 因为隔壁的这家茶馆以前都是把茶根往下水道里倒 这次下水道堵了,肯定与茶馆有关 茶馆老板也自知自己的所作所为 于是道歉之后便赶紧找人打开了保安室旁边的下水道井盖 可这一打开就把维修的工人给直接吓尿了 只见井盖下面刀插着一具人体白骨 随后,工人赶紧拿出手机报了井 警方很快到来,先是封锁了现场 然后又派专业人员继续深挖下水道 那么居民日常使用的下水井里 怎么会有一具腐烂的事故呢 警方随即便对小区的居民开始走访调查 居民向警方反映了一些情况 原来这个小区曾经是一家工厂的生活区 后来工厂倒闭后 小区里就只剩下了四五十户居民 补水系统 统一排放到这个保安室下面的花粉池里 为了防止抽气 还特意在地面和花粉池之间安装了两层井盖 然而万万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原本用来分割气味的夹层 现在却成了葬尸之处 虽然尸体已经腐烂成白骨花 但经过法医鉴定后发现 死者是一名女性 并且死亡时间已经超过六年 想想在居民每天经过的地方 居然藏了一具六年的尸体 这消息一出 所有的居民都非常的担忧 就在众人惶恐不安之时 警方竟然又发现了新的尸体 原来警方在对小区的下水道 进行检查的时候 意外地在保安室里 又发现了另一个下水井 并且这个下水井的盖子 是用水泥封住的 这让警方感到非常的可疑 因此警方便立即将这口井给挖开 随着下水道越挖越深 竟然又挖出了两具尸骨 这一惊人发现让警方明白 这将是一起连环杀人跑尸案 这才短短两天的时间 就已经挖出了三具尸体 可见这个地方恐怖程度有多可怕 警方按照挖掘出的先后次序 对这三个尸骨进行了初步的年龄鉴定 首先 第一个被挖掘出来的尸骨年龄 应该在18岁左右 其次第二个尸骨的年龄 应该在16岁左右 最后一名死者的年龄 是在38岁左右 并且这三位死者都是女性 死亡时间在4年到6年之间 这个如此凶残的凶手 会是何许人言呢 这三具尸体经过几年的时间 已经腐烂得很厉害 并且又被污水浸泡着 别说什么指纹了 根本就找不到 丁点有价值的线索 而如果凶手是在小区内行凶后 再将尸体搬运至此处藏匿 那动静就有点大了 就算哪怕是半夜 趁着大家都已经入睡后 在云至此处 也会很容易被人看见或发现 于是在警方进行了 多方位的走访调查后 决定将离案发现场 最近的保安室里的保安 开始进行重点查询 接着警方便从2000年开始查起 对在这个小区工作的保安准备进行一一调查 可这一询问 小区的管理才得知 原来他们在招保安的时候 基本招的都是些临时工 并且在此当过保安的人也特别多 由于管理的疏忽 管理方对应聘的保安基本就没做过任何信息登记 这就给警方造成了不小的破案压力 现在又要从哪里查起了 在认真开会研究后 警方决定兵分两组 一组继续查之前再次做过保安的人 另一组人开始查找近十年内 在本市所登记的失踪人口信息 在警方日以及夜的多天对比后发现 2006年一名陈姓男子去警局报警 称自己的妻子谢芳失踪了 而这个失踪的谢芳 体毛特征与第三具尸骨的体毛特征特别接近 哪怕再小的希望也不能放过 于是警方便与陈先生取得了联系 经过询问后得知 其妻子目前为止一直未见踪影 并且还告诉警方 他的妻子曾托梦给他 警方为了确定自己的推断 便采集了谢芳父母的生物养本 并且与第三局事故 做了DNA信息比对 结果证实此局事故 证实38岁的谢芳 因为谢芳是在2006年失踪的 所以警方便对这个时间段的门卫保安 进行详细调查 根据小区的业主反映 这个时间段 看门的保安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头 他的名字叫做赖信发 并且他在2003年到2008年 这五年时间里都在这里当保安 所以人们对这个人的影响还是很深有 而在警方调查 赖信发的情况时 没想到意外地发现 他在当时既有犯罪前科 又具备充足作案的事件 在结合颓算了 三位被害者的受害时间后 发现这些时间都是 这个赖信发在此当保安 于是警方立即出动 抓捕嫌疑人赖信发 面对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的警方 赖信发只能束手就擒 并且很快就公认了自己的罪行 仿佛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 他承认自己杀了下水道里的那三个女人 原来在多年前 赖信发因为工作调动来到了德阳 可没几天后 他便因为侵犯了一位女同事 而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可能是因为缝纫基材的不够纽差 他直到服刑期满才出的雨 当他出来时 发现自己的老婆和孩子都已经离开了家 从此赖信发便过上了逍遥自在的生活 他白天板斩 晚上就去按摩院潇洒走一回 该省就省 该花就花 哪怕吃着馒头也要出去浪 直到2003年54岁的赖信发 来到茶花巷11号做起了报案 2004年 他遇到了18岁的重庆女孩张力 这也是他的第一个受害者 那时张力就在旁边的一家火锅店里打工 员工集体宿舍就在茶花巷11号的小区里 一天晚上张力不小心割破了手指 便来到警卫室 问赖信发有没有白酒 他需要一点消消毒 别看这个时候的赖信发已经55岁了 但对于辽媒来说 他还是很有一套的 虽然他嘴巴臭 但他特别会拉家长 时不时的还像父亲一样 关心这个还涉事未深的女孩 就这样两人慢慢的就输了 张力也并没有把赖信发当外人 莫过几天 张力便向赖信发借了无事缘钱 赖信发借此机会问张力是不是没有地方住 如果没地方住 晚上就来他的保安室休息好了 可谁也没有想到 当天晚上张力真的来到了他的保安室 随后便发生了一些羞羞的事情 接着两人便这样过起了没羞没臊的二人生活 俗话说老牛吃嫩草 肯定长不了 几个月后 两人的矛盾也逐渐的凸显出来 一天晚上 张力问赖信发要1000元钱 但赖信发刚发的钱 被他这几天拿去按摩店消费完了 当下还真拿不出这点钱来 张力逼着他去接 并且还说不给钱就搞他强奸 正是这些话激发了赖信发内心的魔鬼 他假装答应后 将张力搂入了怀中 半夜 他趁着张力熟睡时 便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起初张力还挣扎了几下 但赖信发却没有一点松手的意思 几分钟后 张力便名归西天 随后 他便将张力的尸体直接扔进了门口的下水道中 一年后的2005年 一位16岁的云南女孩唐燕 来此处寻找自己的朋友 而赖信发用同样的手段赢得了唐燕的芳心 但依旧是好景不长 由于唐燕一直想要个手机 便向赖信发索要1000块钱 想给自己买一部手机 一开始赖信发不太愿意 但生气的唐燕便直接警告他说 如果不给钱 就去告他 让他做一辈子老 赖信发一听这话 瞬间温柔了起来 一把将唐燕搂入怀中 答应明天给他卖更贵的手机 同样的手段结束了唐燕16岁的生命 这一次 他将尸体扔进了东面的井盖之下 而这个井盖就与他睡觉的房间 紧紧一墙之隔 2006年57岁的赖信发 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 认识了38岁的谢方 赖信发同样用他的话言巧语 再次赢得了谢方的心 在这里就不得不说 赖信发这个老头子的嘴皮子功夫 真是很厉害 但结果一样 谁会愿意同一个老头子长相厮守呢 有此 谢方以家里要修房子为由 让赖信发给他一些钱 如果不给 便让他认识外面混社会的 把他弄成残废 可想而知 晚上再次杀人后藏尸 可这一切的说辞 都来自赖信发一人之口 中间经过的真假我们不得而知 可我们能确定的是 他杀人的事实是无法狡辩的 那么赖信发的结局 必然是会得到一颗快乐的花生米了 谢谢大家